近日,在巴黎国际时装周上,中国超模刘文全程冷漠脸,酷萨风,霸气十足,然而其大胆的穿着以及受到脱向的身材引发网友热议。 刘文曾在2009年秋冬的时装周上,狂走了74场秀,影响力位居当年的世界第一,创造了亚洲模特走秀场次的新记录,并且这个记录至今也无人打破。 本次巴黎时装周刘文这件拖地长裙,风格前所未有的大胆,上半身只用完两根薄薄的袋子遮盖。 好在观众对模特的其中一服早已见怪不怪,所以对于刘文的这身打扮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评论。 但这件衣服却将刘文近乎受骨菱形的身材暴露出来,超模是被公认的身材最好的一类群体。 国际超模的身材相对都是比较瘦的,身上没有一丝坠肉的存在,所以超模都会通过运动和饮食来保持自己的身材。 然而画面中刘文肩膀上的骨头吐出来,两片的脸颊又先进去了,加上造型、妆容,以及眼神的影响,真跟纸片人差不多。 很多网友表示刘文这次太瘦了,吃胖一点回来才超级美。 感觉像被饿了很多年,凡人欣赏不来的美骷髅美究竟是模特圈的审美越来越走偏了,还是大众的审美没有跟上史上的步伐呢? 大家不妨一起留言讨论。 大家不妨一起讨论。